分子是怎麼寫 第一個是講的是那個天外飛來一筆的 就是我們講過了 你確實去問什麼叫分子 還講不清楚什麼叫分子 那就告課人告訴你說 金屬齁 比如說黃金是很多的金原子堆成一堆 他找不出所謂的金分子 就要寫成AU有N個 AUN 他是簡寫AU 就用元素符號來代表 所以所謂簡寫代表是AU 所以金就寫AU 給F1 是好多的金原子構成的一個金的狀況 那並沒有分子 所以他的不叫分子量原子量叫做莫子量 就不用管他了 就聽過了算了 我也不曉得佛說為什麼要教這個 那這個不料理他 然後呢我們要講一個這個 其他的方式東西就是 就是在元素寫說你有什麼東西 然後旁邊加上一個數字 代表你有幾個 就把它表達出來了 比如說我們選一個 HIGH是單原子分子 一個HIGH原子就是一個HIGH分子 所以我就寫個HE HIGH 然後E就省略不寫 科學家跟我們一樣都非常懶惰 能不寫就不寫 HIGH就是單原子分子 那或者呢 氧是雙原子分子 是兩個氧原子 把在一塊變成一個氧分子 所以O旁邊寫個2 表示有兩個氧原子 把在一起變成一個氧分子 然後或者多元子也一樣 你把它的數目給它表達出來 比如說60個碳就是C60 8個9 60個碳構成的這些寫C60 所以一個元素符號表達種類 旁邊加一個數字代表它的數目 這就是我們的分子式的寫法 那麼基本上要構成分子式的時候 正價跟負價要一樣多 得電子跟失電子要一樣多 那你就會曉得幾個A要配上幾個B 你都可以湊得出來 比如說那是MA正一個正 綠是CR負一個負 所以一個正配一個負 一個那配上一個綠 所以就寫上MA、CR 一個那配一個綠 那氧氧化鈣 鈣是正2 那麼氧氧根是負1 那要一樣多 所以負1要有兩個 所以要兩個氧氧根 所以寫作CA刮符 OH刮符2 注意 我是氧氧根兩個 所以要把氧氧根刮符起來 說這玩意兒我要兩個 所以刮符起來寫2 所以我只要說這個東西我要兩個 氧氧根我要兩個 氧氧根我要兩個 所以我就這樣子寫 那比如說硫酸 硫酸是H正 硫酸根是2負 那就要兩個正才會配上兩個負 所以氧要兩個 所以就寫H2 叫氧要兩個 然後配上SO4 硫酸根 這就是我們的 臭的方法 我正價數跟負價數要一樣多 一樣多 OK 那這邊有出現所謂的根 根原子環 就是具有集合在一起一坨 感覺就像原子一樣 集體行動的這一坨 我們就稱為根 什麼硫酸根 硝酸根 氫氧根 氫氧根 碳酸根 這就是這一坨 然後呢 我們當年 我給各位一個根價表 講義上也有寫了根價表 如果你有被根價表 加上我等一下要講說 誰要寫前面 誰要寫後面 你就有辦法湊出任何化合物的化學式 那如果你不想被根價表 也沒關係 國中有出現化合物不多 出現一個被一個 出現一個被一個 把出現過的被害就好 OK 如果有被根價表 有知道誰要寫前面 誰要寫後面 知道正價跟副價要一樣多 你就可以湊出任何化合物的化學式 不被 就出現一個被人 就是根價表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你開不開心被 不開心被就不用被 就是被單獨的化學式 有被就有好處 可以寫出任何東西的化學式 根價表 那剛剛講過要有人寫前面 有人寫後面 金屬寫前面 非金屬寫後面 繡化儀 銀寫前面 繡寫後面 繡寫後面 ER 氧化物 氧寫後面 氧化銅 銅寫前面 氧寫後面 CO CO 酸呢 除了醋酸有例外之外 都是氫寫前面 酸根寫後面 氫加上硝酸根就是硝酸 氫加上硝酸根就叫做硝酸 所以硝酸就是氫在前面 硝酸根在後面 醋酸就比較不一樣寫說 CH3 COOH 但是我也看過有人寫 H CH3 COO的 不過比較少就是了 OK 酸的解法 氫加上酸根 加上酸根 碳氫氧的有效就是 先寫碳 再寫氫 再寫氧 再寫氧 葡萄糖 C6 H12 O6 葡萄糖 的次序這樣做 好 就是我們的次序 那麼 通常中文跟英文的次序是 顛倒的 英文寫乾清氧根 中文叫做清氧化乾 英文寫AGBR 銀根秀 中文叫做秀化銀 所以中文跟英文的寫法 說法通常是相反 通常是相反 OK 那就是常見的化學是 看一下就好了 也不太需要背 有些真的很常見的 你自然就記住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會跟價表 你就可以湊出任何的化學是嗎 不會就是看到一個背一個 它就有一個水注意 因為你光看水 看不出來它是H2O 有人在網路上開玩笑 叫做二氫化氧 這叫二氫化氧 那是沒有人這樣叫它了 還有一個氨 你看中文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那單字不要記氨 MH3 其他的你應該看中文就知道了 氯化氧是氯根那樣 所以我們就湊得出來 還有一個是有機化物 後面那些什麼 甲碗 餅碗 甲醇 乙酸 那是有機化物的 你比較要單獨把它背下 比較單獨 要知道它的分子是什麼樣 這個看一下就可以了 應該有些真的常見的 你應該看就會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的化學式跟分子式 要知道分子式該如何寫 OK OK